嗨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今天影片主題是要來開箱我自己的島 進入11月後就是秋天啦 那這個時候呢 會有很多秋天的DIY 也是動森一年之中最紅的一個時期 因為樹都會變紅色 枫葉啊 然後蘑菇DIY也有紅色的 那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紅色 所以就剛好趁這個機會把島改成全紅的島 那今天就要來帶大家看一下我的島改成什麼樣子啦 還好有在下雪之前把這件事情給做完喔 那基本上我島上的地形沒有做太大的變動 應該說幾乎沒有變啦 但就是擺設的部分就是把它用的很紅色 那現在就要帶大家來去看一下啦 首先是機場的部分啦 雖然大家如果是從夢境進來的話是不會經過這裡啦 那機場出來之後呢會有一整排的… 阿一在迎接你們 哈哈哈哈 就這個阿一走道 進來之後左轉呢這邊是我二批的房子 那這間房子的設定呢是我島上的旅館 如果大家進來玩的話可以進來參觀一下喔 雖然不能真的讓你們住宿啦 那另外這一區呢是阿一的精品區 這邊有阿一的帽子啊衣服啊跟各種周邊喔 抱枕啊台燈啊電腦啊還有阿一本本之類的喔 哈哈哈哈 那喜歡的都可以帶個幾件回去喔 另外在阿一精品區旁邊呢有一間小酒吧 那這邊呢還有附停車場喔 這邊有座位我們還有吧台喔 但是呢本店不賣酒只有牛奶跟果汁喔 哈哈 那島上最左下這一塊呢是個石頭鎮 因為我其實是很喜歡石頭製的家具 所以呢我就坐了一大堆然後把他們集中起來放在這裡喔 然後旁邊呢配上一些紅色的波斯菊 看起來也是紅紅的啦 哈哈哈哈 那這個設置呢是之前就有的 這邊我就沒有動它喔 因為我還蠻喜歡這一塊地的 所以如果你之前有來過我島上的呢 應該對這一塊地還不陌生了 那這裡呢是我島上的釣蝦場 這是我島上唯一的一塊池子喔 那呢我不太會挖一些就是 形狀很特別的池子喔 就是挖一個四四方方的 但這樣看起來也很像釣蝦場 那釣蝦場上面這一塊呢是我的礦場 那這個礦場呢這邊擺 這樣子蘑菇的家具擺一直線喔 其實只是為了卡住自己來挖這個石頭喔 所以它是兼具美觀跟實用的一個擺設喔 那礦場上面這邊還有一小塊 如果之前有看那個我跟宇樂、胖丁、漂流、番茄 一起玩那個魔王城的挑戰狀的話 應該對這塊地不陌生吧 這是我們之前玩大風吹的地方喔 那活動結束之後就只有這塊我沒有拆喔 就把它當成是一個活動的紀念 那旁邊這邊有一塊就是我的露營地 那露營地呢擺設基本上跟之前是沒有什麼變 就只是傢俱呢換了比較紅的傢俱而已 紅色的落葉配上紅色的風杏子 讓這邊看起來就整個更紅啦 那露營地旁邊這邊有一個籃球場 因為我很喜歡在島上做一個籃球場喔 只是我的設計格真的不夠我用 所以那個球場的線畫得非常的歪喔 這部分就請大家多見諒啦 那這邊呢是我的服飾店 那服飾店門口呢我多擺了一些紅色的東西喔 原本這些織布機是藍色的我也都換成紅色 那門口也放了幾件適合這個季節穿的紅色衣服喔 讓整體外觀看起來就更紅了一點 好的 再來這一間也是附帳的房子喔 那這房子裡面呢就還放著我們上次那個魔王城的挑戰狀 裡面的一些遊戲關卡喔都還放在裡面喔 因為都還沒有另外去整理 就這樣子放著啦 那我就把它房子呢改造的就是紅白色的 可以配合這個蘑菇 還有這種點點的雨傘啊 這樣整體搭配起來就很好看啊 紅白色的 太佩希 佩希也是紅白色的 那再來這邊呢是廣場前 這邊呢因為原本就紅紅的了 所以這邊呢我是完全沒有動 如果之前有來過的人呢 應該會發現這裡都是一樣的 就是多了這個紅色的落葉 紅色的落葉真的超好用的 它可以讓你的 馬上就讓你的島上看起來要紅紅的 那往下一點呢這邊是野餐區 這邊可以烤肉啊 然後放了一些這個是賞花用品 那配上紅色的花呢整體看起來就很紅啦 那這邊呢是沙灘擺設的部分啊 因為我不太喜歡在沙灘上擺很多東西喔 所以我只有這一塊 我左右兩邊沙灘都是沒有擺設的 那就只有南邊的沙灘呢 我有擺一些東西喔 因為我不喜歡沙灘擺太滿 我覺得會影響到我釣魚喔 那這邊呢也是盡量選用了一些紅色的 家具喔 擺放在這邊 另外這一塊是我的花圃啦 那我的花圃呢 因為好不容易把全部的花都種好了 都種齊了 所以呢 在改島的時候我原本是想要讓島上全部是紅色的 但這些花我還是捨不得把它們給鏟掉 所以呢 就只好繼續放在這裡啦 畢竟呢 要湊完全色也是很不容易的嘛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是我自己一直很喜歡的狸貓商店喔 因為我覺得我把它用的還蠻像鄉下的雜貨店了 哈哈應該有像吧 所以這邊呢我也沒有做太大的變動 那這一塊呢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塊喔 因為我的動物呢很喜歡坐在這裡喔 看著瀑布 那旁邊呢有紅色的電話亭 那這邊呢剛好可以看到第三層的樹喔 一直飄落葉下來 就很漂亮 那狸貓商店上面呢這一棟呢是我的另外一個副帳的房子喔 那這房子裡面呢還是保留著上一個改島主題喔 也就是戰隊主題 R1、R2、R3、R4的戰隊主題喔 那大家呢如果上次戰隊主題沒有逛到的話 這棟房子裡面還有啦 就還可以進去看一下喔 那一樣是戰隊主題呢這一塊我也沒有做變動 就是怪獸啊在破壞房子啊旁邊還有戰鬥員喔 因為整體看上去也算是紅啦 除了這些花 花的顏色換掉的話 可能會比較紅一點喔 但是呢就像我剛才說的花我就是捨不得鏟掉 所以就這樣放著啦 那二樓上面呢這邊我放了一個餐桌 有沒有像那種百貨商店二樓的美食街之類的 我們可以坐在上面然後看下面的風景喔 那這一塊呢是攝影棚 我之前有幾個影片也都是坐在這裡拍的喔 那這邊的擺設我也就沒有什麼洞啦 那再往上走這邊呢 是觀景台這邊也都沒有洞喔 就只有多了這些柵欄 這些牢籠是拿來幹嘛的呢 那之前呢因為秋天有很多DIY嘛 那我們要打氣球嘛 那之前呢胖丁他的頻道上面有教一個 教人家怎麼掛著打氣球 那就會需要用到牢籠跟攀岩牆這些道具啊 然後因為我氣球打完了這些東西我也不知道放啦 就乾脆把它架在上面喔 意外的蠻適合的 那這一面呢因為我不想破壞我的 跳望的景觀喔 所以這邊呢我就沒有裝牢籠啦 再來這一條呢就是蘋果大道啦 這邊呢完全沒有洞喔 就只有呢在地板上放了很多的落葉 紅色落葉喔 那這整條路看起來就是超紅的 我現在超喜歡這裡喔 那走到盡頭呢 這邊就會有一些用樹果製作的家具喔 那這邊呢是萬聖節的南瓜 那這邊有南瓜田喔 因為我還是喜歡那種鄉村風喔 所以我希望我自己島上有種田的地方喔 那這一塊呢我覺得還是保留著 再來就要進入島民的居住區啦 那第一間呢這個是遠人的房子 我在我島上多種了很多棵樹 像這個也是喔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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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配合遠人的茅草屋呢 這邊選用的柵欄也是有配合它的顏色喔 這基本上是紅色加上木頭色來布置這一塊 那這邊呢是我的新鄰區漢娜 的房子喔 欸怎麼又閉眼睛了 那這邊呢我把它用的像是 有點像打卡景點喔 因為我覺得漢娜是個 意外的 是個很都市的角色 所以我在旁邊放了電話屏 這種感覺比較像城市會有的東西喔 那再來這邊是檸檬娜的家啦 檸檬娜的家呢基本上也是跟之前都沒什麼變喔 但是呢就是我把它的家具都換成了紅色的 這樣整體上看起來呢就跟秋天又更適合一點啦 那再來這邊是阿易的房子啊 阿易的房子呢基本上也是跟之前完全沒有變喔 因為它本來就很紅了 所以我就都沒有去動到 那這邊是我自己的房子 就像我剛才說的我很喜歡島上有塊田喔 所以我在我自己的房子旁邊呢 也有南瓜田喔還有這個 這些都是蘋果樹喔 但它們不會長大喔 因為我種太膩了 但這是故意的 那這邊呢有一些花花草草的 讓自己的房子看起來就更鄉下一點喔 那這一塊呢是新的居民番茄醬的房子啦 那它這邊呢我就盡量用了蘑菇喔 蘑菇的家具 又跟番茄醬的房子呢好搭喔 然後旁邊這邊有一些黃色的花 因為它的房子也是黃色的門喔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紅色加黃色搭起來 跟番茄醬的房子呢是非常搭的 包括這個草地的顏色啊 很適合秋天 超適合秋天的 那番茄醬旁邊呢住的是佩西 佩西的房子呢也是紅屋頂喔 黃色的房子喔 所以我覺得它們兩個房子 非常的合適喔 就是放在一起非常合適 那感恩傑的家具呢 剛好也是紅紅黃黃的感覺喔 所以我在它門口也有放感恩傑的家具 然後這種稻草的 因為佩西是雞嘛 我就覺得這些家具感覺好像很適合 很適合雞喔 所以呢 就有放這些甘草在它門口這裡喔 整體上是做這樣的搭配 那這邊呢是小潤的家啦 小潤的房子呢 這邊基本上我也都沒有做什麼太大的變動 因為它原本 我原本的擺設就是白色的 想說配合小潤的房子 還有小潤的人喔 就白白了 只是我把它的這些咖啡的用品呢 及各種其他的 蛋糕啊 杯子啊 這些小東西都換成紅色的 看起來就變成紅白色的 整體看起來就是紅白色的 就很好看 就還是有符合我這次改島的主題啦 那這邊是傑克的房子啦 因為傑克它的房子整體看起來比較綠色 所以這邊呢有綠菊花啦 這邊花位都沒有去動 然後原本這邊呢 這個水龍頭是水泥的 我把它換成紅磚了 那這邊有放燈塔 那這裡呢就是 想要營造一種 嗯 客廳的感覺喔 不要問我為什麼客廳擺在外面喔 但我這裡呢就是想要做一下那樣的 氣氛喔 那這裡有電視啊還有這個健身環 那這邊呢是耳光的家啦 那耳光呢我就是覺得它很可愛 會想要一直買玩具給它喔 哈哈 所以這邊呢有很多一些新玩具 有沒有像這個娃娃屋 然後這邊有一個恐龍的模型 然後賽車道 然後這個兒童帳篷 就是盡量都選 跟紅色比較相關的 的玩具呢就全部都把它放在一起 那最後呢就是 也是新島民 章魚的家啦 那章魚的房子外觀看起來就是 比較東方風嘛 算它裡面整個是外星人的房子喔 所以呢我在外面呢就擺了一些 比較東方風的家具喔 包括這個紅色日本刀啊 然後這邊有井啊 然後這個日式的燈啊 就讓它看起來像是一個 東方大叔在住的房子 好的以上就是我島上的開箱啦 感謝大家收看喔 那這個呢是我島上的夢境號碼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過來看看喔 那這次改島我也有舉辦一個活動 那詳情大家可以看一下資訊欄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